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今天居然沒有再做3080的評測 今天爆了一張2080Ti的卡 為什麼 那這是一個客戶的 他說什麼感覺這卡有點問題 說什麼一玩遊戲就會重啟 他也搞不定啥問題 就寄過來看看 我跟他想 我估計是他電源什麼問題了 應該不是卡的問題 大家跟他說反正發過來吧 因為基本上 像2080Ti這種發熱非常高的顯卡 你基本上用個一兩兩年的話 基本上裡面規矢都乾的差不多了 那個可能顯卡溫度都要 比正常的高個十幾二十度 所以就反正就順路去維修站 就是做個清灰啊什麼的 為什麼要去維修站搞呢 因為技嘉維修站是這樣的 對吧 他是 因為你 他是按修的卡數賺錢的 對吧 就理論上來說他修的卡越多 維修站賺的錢越多 對吧 就是為了照顧一下這個 維修站兄弟們的生意嘛 對吧 我就自己不拆卡換規矢了 去維修站去弄一下 啊 順便看這個卡 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覺得 走 我們這個對吧 現在正在準備去這個維修站的路上啊 哦 嘿 什麼是你的YouTube頻道 哦 哦 嘿 嘿 嘿 我還有YouTube頻道 哦 可以 你有你的手機嗎 我找給你 哦 讓我拿我的手機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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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告訴我 告訴我 你的YouTube頻道 哦 我沒有英文名字 哦 哦 我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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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臉 你願意我們展示它在YouTube嗎 沒有 這就是我的YouTube頻道 啊 你可以用英文字 真的嗎 是的 我們都會用英文字 你會有很多訂閱 哦 小小小 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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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只要有趣 只要有趣 對 對 那是有趣 讓我看看 哦 好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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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uter 超酷 謝謝 謝謝 你可以支持 對嗎 是的 我會訂閱 我會告訴我的朋友 OK 謝謝 謝謝 好 如果我可以聘用你的影片 是的 我們的房間 是在這個房間 哦 如果有朋友想買 或有些問問 想要問 你可以 可以在我們的頻道 對 我認為你們很酷 好 你們都做得很好 哇 哇 很瘋 哇 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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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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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非常 非常非常有意思 居然在樓下 樓下 遇到 國外有人 對我們的這個 這個頻道非常感興趣 國際化 國際化 不得了 所以平時做英文字幕 還是非常可以的 這個 路過我們這個樓下 會穿過一個 南京某知名KTV 可以看到 大家現在還沒到點 可以看到 這邊就已經停了不少車子 什麼的 大家懂得東斗 不多說 不多說 穿過這道樓 穿過這道樓 就到基家的維修站了 哇 哇 非常近 你看 走兩步路就 就好了 所以說為什麼我老用技家顯卡 維修方便 走兩步路就到不休站 你像有的品牌 它什麼什麼支持個人聯保 什麼亂七八糟的 還要寄過去 我寄來寄去 好幾天 你看我們走過來 五分鐘 就弄過來 就走到不休站了 有什麼問題 當面 指證 多方便啊 所以說 為什麼老人說我們老用基家的版卡 其實主要就是 維修方便 維修站 你修不好 可以當著面 你還想不想這個呢 就是這樣 這個非常快 就把這個完成了 就給了一張反修站 因為它裡面不准我們拍 所以說大家如果說 有什麼顯卡 如果確實發現 技嘉的馬鈴鐺顯卡 可能用了時間長了以後 可能有些規矢乾的話 對吧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去更換規矢 其實也不難 但如果說的話 你是怕有問題吧 其實很多時候不是圖規矢問題 是貼那個 導致貼那邊 有時候會沒對景 所以沒蓋好 也可以就是把寄給我們 承擔運會 我們把你送到這個 維修站 這個我要進去拿卡了 由於它那個維修站裡面 它不給我錄像 說什麼早領導人 要申請 就失太多了 所以就在維修站 簡單的拍了幾張照片 給大家演示一下 怎麼換規矢的 你看我前兩天 不是我要提3080嗎 他們說什麼 對吧 提個3080 要5張2070 Super 我一怪怪 這是半個月前 對吧 要2070 Super 還缺貨 還要漲我價 現在新卡一發布 哇 就借機 對吧 突然就不缺貨了 還要硬塞我 這個 當時正在打電話 這氣得我 我差點就手機就 嘩就丟進去了 當時我在九樓打電話 嘛 就算了嘛 摔下子不要音小失大 所以就很來火 對吧 根本就不想去 還去什麼 申請 申請個屁 你想 5000塊錢的 3080顯卡 對吧 還要配貨 對吧 你當你是這個 艾瑪士賣喜馬拉雅嗎 對吧 你這也不是3090 連個AORUS都算不上 就一終端卡 居然還配貨 真的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了 太心寒了 這卡的那個客戶呢 他也是牛逼啊 他說什麼 居然那個顯卡盒子 被老鼠給啃掉了 有個什麼 比方還有個三線電源小廠啊 這個裡面天天禁蟑螂 禁壁虎啊 什麼時候也禁個老鼠 不過有一說一啊 他這個卡其實 呃 成色還不錯 我估計這個客戶使用強度也不高 啊 測了一下吧 他烤機也就70來度 啊 並不像什麼正常像這種卡 用了兩年的話 基本能到80多度的啊 這也沒有什麼他所說的 什麼啊 一玩遊戲就重啟的現象 所以說我估計的話 他是那個 電源有問題 後來一問吧 他什麼18年的一個什麼某知名大廠的一個金牌型號 哎我就知道對吧 那整個大P4都是有問題的 那當時把我也坑的 嗯挺慘的啊 不過廠家還算負責呢 把我們這邊還沒有賣出去的貨嗎 全部都更換為 呃沒有故障的新的P4了 哎呀哎 還是挺負責的 有一說一啊 那不像有的大廠嗎 別說P4問題不解決了 你正常售後 啊對吧 都都挺費勁的 哎 不過作為消費者來說 那個東西不壞啊 還是更好的 話說回來嘛 其實拆這個技嘉的2080Ti GAMING OZ也是很簡單的 你把背面上你能看到的這些螺絲全領掉 然後就可以拆下來了 然後他微游站用了一個不知道什麼化學容器 把那個上面的那個核心上面的硅脂給抹乾淨了 哎呀味道還挺大的 然後重新塗硅脂了 呃 微游站一開始啊 用的什麼那些硅脂 外邊用的什麼爛硅脂 我有的時候客戶卡 對吧 70多度的卡送過去啊 突然修完換回來變成80多度 哎呀我就把他們鬧搞弄啊 所以他們現在換成了叫ST801硅脂 大概30到30克的話大概是30塊錢 對吧 肯定不能跟那些二三十塊錢一克的那種高端硅脂比啊 不過我這個後來實際測試了一下嘛 嗯大概也就烤機兩小時也就67度 是吧 比那些特別貴的硅脂大概高個兩三度 我覺得啊也可以接受 不過這裡其實也還要注意啊 其實像這種卡的話 你說你去拆卡換硅脂其實真的很簡單 但主要難在什麼 就是說很多客戶嘛 他嗯 裝回去的時候嘛 他只在乎的那個核心那面的那個硅脂 他沒有在乎他這些 嗯 供電這塊嘛 他還是有那些導熱貼的 要把搞到千頁對緊再裝上去 這樣還能更加穩定的使用 哎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雖然是3080呢他要發售了 雖然現在啊 叫配貨貨配貨卡 啊但是呢 我覺得還請你一下這些老的2080Ti用戶 也要注意一下自己顯卡的啊 這個硅脂跟溫度的問題 如果說你之前在我們店鋪購買的啊 那個2080Ti的話 也可以寄給我們啊 我們給你送到維修站去啊 重新圖一個硅脂 給維修站賺點外快呢 如果說啊 你是別地方購買的話 或者想要自己啊 動手嘗試駕的話呢也可以 自行購買規矢 比如說我們店裡面啊 這兩款規矢都很不錯 包括這款1K的規矢啊 現在在虧本大甩賣當中 那另外關注大家關注的3080的評測呢 啊其實外網早就有了對吧 性能比我另外太強 30%啊 但是價格嘛 嘿嘿現在的價格有的都超到8000多了 太可怕了啊 啊我們會在 嗯17號晚上的9點 因為我們拿是非公的跟大家點小 油管觀眾別忘了點一個小鈴鐺 和點一個讚 那如果想要更多的電腦系統 可以關注我們的微信公眾號 潮玩客CWK 那如果想購買電腦和配件的話 也可以來我們的淘寶店鋪 潮玩國度數碼 或者淘寶搜索商品 潮玩客 你看我們的收穫還是非常靠谱的 自己經營的嘛 再次是潮玩客 我是健哥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